前两天我们来到了玉林北路社区 倾听了不少居民对两会的心声 不知后也引起了较大反响 今天我们来到了高声桥东路社区 一起去听听社区居民的感受 生活越来越好 早上也好心 比如说地铁啊 高架的都上街 比如说市民啊 这些都公居民 比如说远离路程啊 变化还是很大 尤其是火气的方便 还是很空气的变化 对对对 就是水啊 各方面还有人们的火气啊 那些都很好 收集支付给他 这就很方便 这就是体现了京都在京都港 我们最适合于是我们妈92岁 我们社区 送温暖嘛 送温暖 送等于是有那个洗澡 那个不化的拖鞋 啥子解便的 反正都是送的 等于是福利 对老年人的福利是相当好的 对相当好的我们还是很感谢 越温暖越好 还有现在交通也 变得很好 第一天开通 你看到处都被修进去 虽然说现在 这是交通不方便 但是 衣服嘛 肯定是越来越好 感觉这两年新天的这些公园 还是很多的 能够更轻松的找到公园 感觉就是像办事啊这些 有些规定的改变嘛 像以前比如说要带什么执照啊 那些现在都很方便了 就在街道办事处 就能办 比如说以前要跑很多地方 花很多时间 现在就就在家附近 就很方便 全街处报道